然後我現在趕用這個 大家看一下花生 哈囉 我是釣魚爸的查米 那呢 在今天晚上 真的是睡不著啊 釣個魚 解解手癢 沒錯 那這次來到這個地方的話 不知道會有什麼 不過沒關係 那 等一下 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OK 來GO OK OK 拿出我的 晚上 Light Game 夜用型的 裝備 那我都擠過頭啊 那等等的話 我就先用 1.2克來試試看 因為我看 浪蠻大的 會怕 晚上 真的是烤眼力耶 怎麼辦 有啊 有點 有點眼花耶 我還年輕啊 然後用我們的 阿金蟲 這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這個料主 然後 應該就這樣子 沒毛病吧 各位 還是有點瘋嗎 我們用敲底看看 他要慢車 剛剛是用順收 平收的方式 那現在我們用 唉唷 有動靜喔 太有趣啦 來吧 太有趣啦 感覺敲底比較有搞頭 有了 敲底比較有搞頭啊 哇 原來是花生啊 那花生的話 吊法應該是抽抽停停啦 會比較適合他們 小心拿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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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試試看這個 再飄一點 然後 這個感覺比較好著歌 哇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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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生 我们把花生养起来 哇 这只大的喔 回心 回心 为什么换了那个极头沟 然后会变得比较容易咬劲 所以一开始我用的是这一个 这是1.2克的 然后我现在敢用这个 这个是1克的 那第一个当然是它的沟 它是出谷 然后是一个矽谷 矽谷当然我觉得会比较好吞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这个距离 沟深 它的沟深比较短 沟深比较短 所以相对的就是 但是在花生它这样一口吸进去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容易着沟 那前提之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底下的是什么鱼种 那我刚才一开始用这个的时候 其实不好着沟 而且这次的鱼 鱼的体型是比较偏小一点的 所以当然的时候我会换比较 勾深我会换得比较 比较窄一点点 然后也比较小一点点 让它吸进去的时候 一下就可以吃到花生 不是吃到花生啦 是吃到我 这样 这样大家应该会 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我们大家再来钓 再看 有了 哇 哇 哇 你們看其实很 都很小的只 可是呢 用软干 就是这么有趣 哇 一个落水咬啊 哦 回夕 加 涂 随 帆 攻 OK 各位 差不多掉了 一个小时半 其实运气也很好 刚好花生大雅 咬的不要不要的 大家看一下花生 這邊都是 還蠻多的 你看這邊好多喔 幾乎 可能沒有那個 水流空氣吧 所以我等一下就趕快把它放回去好了 因為我應該沒有要吃 好啦 那今天的釣游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OK 掰